餐廳的監視畫面看到開店前一樓都沒有人 這名男子進來後直接走到櫃台前 輕輕的打開收音機抽出裡面的千元現鈔 關上之後走到樓梯口往樓上查看 隨後他再次走到收音機前又偷了第二次 因為他沒有把錢全部偷光 店員在中午要結帳時才發現失切了 這樣又開了錢櫃 再拿第二次的錢 店員一清點 收音機裡被偷走了 五千一百七十元的現金 店家一開始還完全沒有頭緒 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偷了 調來監視畫面一看 發現有陌生男子進來 讓老闆傻眼的是這名男子 原先是在真才網站上應徵工作 因為餐飲業缺工 嘉義新業路的分店店長 22號才找他面談 要他隔天上午十點半 到中山路的店面報到 但是中山路的員工等不到他 以為他不來了就上樓工作 沒想到這名男子是晚到十分鐘 利用這個機會下手行切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日期 10月23號更新 代表他在昨天的時候 還有打開10次去查看 對 就是看有沒有其他間公司丟履歷 餐廳的老闆一滑網站 行簽的男子持續在應徵工作 懷疑他在找下一個目標 而且他報案之後 發現男子前科磊磊 他PO網提醒其他業者註記 警方目前也在追查 這名男子的下落 東森希望吳星梅在嘉義報導 和我都會找到這名男子的 打開10次去查看 約8次去查看 這名男子的家庭